人穷至短,马寿毛长,这话一点都不假,那秦穷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,结果被困天堂县,原因没钱。 这一枚钱不要紧,开店的这位王老好,跟当初可就不一样了,摔盆摔稳,冷言冷语,对待秦穷来说,是毫不客气。 秦二爷一想,欠了人家钱了,还不允许人家说几句牢骚话呢,也就忍了。 如今,他就盼着新官快上任,或者盼着兄的反护快来,把账结清了,一回山东就得了。 但就这个事,就盼不来,一眨眼又过了十几天了,这一天王老好跟秦穷商议。 王二爷,您住在这儿这时间可不短了,您一个人住好几间房,我看也用不着,是不是呢? 另外啊,有个朋友跟我说,我有帮老主,一半天就要到我的店,每次都住在我这儿,可哪回呢,都住您这几间房子,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。 您哪,从这儿搬出去,住在后院,一间小房,那还便宜。 您等我把这钱挣下来呢,哪怕您再搬回来呢,不是的二爷你乐意不。 哦,秦穷一想,这往外免我,我交不起店钱,也只好听人家的。 二爷说行啊,有个安身之地就可以。 好嘞,那现在,我就给您收拾房子去。 结果把秦穷带到后院,一看啊,这不是存人的地方,是装破烂的一个窝棚。 这地下堆的是破冬乱击。 除了这个床和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之外,简直没有转身的地方。 再看寺外,全都漏风啊。 行李都给放好了。 二爷一想,人在矮颜下,怎敢不低头,将就将就吧。 到这之后,他就住在这破窝棚里了。 这天秦穷早早的起来,找王老好要饭吃去。 王老好就想到,躲了,没给秦穷做饭。 二爷只好勒勒裤腰带,到衙门一打听,新官还没到。 他又出了西门,到大道上,盼望烦虎露面,等了半天,也没影子。 真是愁长白准,回到窝泼。 秦穷脚的一窝囊,倒头便睡。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? 人逢喜事,精神爽了,闷来惆怅,顿税多。 你看这人要有那喜事,升官也好,发财也好,搬进新房也好,他那模样,他两样。 这玩饥荒赌门,债乳老鼻子,这什么滋味? 这人就显得发堆,秦穷就睡了。 哎,迷迷糊糊的时候,王老好从外头跑起来,二爷,二爷给您道喜了。 好,何喜之友,哎呀,新认的菜的老爷,道然辣。 是吗? 一点都不假,这回您呢,也算有了头了。 我劝您赶紧上家门,把您的赏银领下来,一结账赶紧回家团圆去吧。 秦穷一听确实是好事,赶紧把衣服穿好了,就要走。 二爷,等等等等,您好几天都没洗脸了,头都没舒服,您瞅您这医生多脏啊。 我给您打盆水,您好好洗洗脸,换套新衣服,您再去。 秦穷一想也对。 舒息一臂把包袱打开,换了套新衣服,王老好在后子跟着。 二爷,咱可说定了,今儿个我请客,您甭给钱。 我这还有两瓶二锅头,另外我给您做八个菜,晚上给您喝喜。 好好好,多谢多谢。 秦穷等来到衙门,见着两个班头金甲同馆,一问,蔡大人果然到任了。 让秦穷在班房等着,两个人到里边送信,不多时,蔡偏得点无声堂。 处理了完别的事情,把秦穷叫上来了。 大概他凭金甲同馆介绍过,冲着秦穷一笑,秦穷啊,大概等着着急了吧。 我来迟是有原因的,因为新上任的太原侯李渊,到了太原府,召集山西大小七十二汤温前去平训。 故此呢,我在太原多待了几天。 今天这才到任了,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,现在就给你办理批文,你回去消差吧,多谢大人。 这批文手续全办完了,交给秦穷。 秦二爷喘了一口气,第二一步呢,给赏银呢。 劈了啪啦算完了,蔡天特告诉,叫账法支付秦穷文银二十两。 秦穷也得二十两,就一皱眉啊,秦穷原来吴的老爷达人给一百两,这差点太悬殊了。 蔡天特看出来了,秦穷啊,怎么你有点不高兴,吓死小人也不敢。 大人容银,吴大人说,给小人一百两奖银,啊,我听说了,他那是欺骗你。 我告诉你,押送一名犯人,国家明文规定,给文言四两。 你押送三名犯人,是三四十二两。 因为你等了这么多天,本官觉着你不容易,多给你八两,这是二十两。 难道你还叫我破例不成吗? 秦穷没词了,能为这点银子在大堂上斤斤计较吗? 秦穷没办法,谢了恩,把银子接过来,退出大堂。 等回到班房,见着金甲通关,再三表示感谢。 但是秦穷只字未提自己的困境。 你说,交信本都深,初次见面,跑着管人借钱来,磨不开啊。 就这样客气了几句,秦穷回变。 王老好笑脸相迎,哎哟,二爷,回来了。 咱们公事办完了,办完了,赏银都领下来,领下来,哎哟,我给您道喜啊,靠地啊。 这酒咱们好好烫着,拔个菜,我露了手头,亲自掌勺。 咱们俩人好好喝一杯。 掌柜的,先别忙,咱先把变饭账结清,明日我就要回山洞。 好嘞,早给您算好了。 王老好说的话,到账房取了账单,往秦穷面填几百。 二爷,您看啊,这是两笔账。 您是七月十五进的我们这店,现在是九月十六。 家头去尾两头不算,您一共住的是俩月。 您包的那房子每天文银是四钱,那么俩月就是二十四两。 这是店钱,咱们再说这饭钱。 您一天八个菜四壶酒,后来四个菜两壶酒,最后把酒免了变成素菜,您还省了不少。 咱们的跑一跑,捡一捡,加一加,去一去,一共您短我文言六十四两。 那么夹的一块儿呢,就是八十八两。 您看这赏子,八十多两。 啊,这我还往少算呢? 心穷一听杀了。 同共才领了二十两银子。 那差得太远了。 二爷就有点冒汗了,把这二十两银子拿出来,交给王老好。 掌柜他,实在对不起。 原来说给我一百两文银的赏钱,可现在,新官又不承认了,只给我文银二十两,看来不够支付你的便饭账。 这文银二十两,你暂时拿去,存的贵上,我再想办法,拆对拆对,还你的计划。 王老好一听啊,呱嗒,脸馋了。 这这,我二爷这名可不对啊。 您跟我变戏法啊,今儿这么说,明儿那么变,这这我受得了吗? 这二十两银子能干什么呢? 掌柜,这实在对不起。 我但凡有一线之路,我也绝不能说话不算。 行了,您够不算的了。 这么办的,这二十两银子啊,我先收下。 剩下的您给我写个欠条,您要继续在这住,咱们再定算。 这是一,另外二爷要跟您商量点事。 您那个回文,是不是我先给您保存起来? 您一半会儿又不走,这玩丢了,我们可扶不了这个责任。 是吧?等您多走呢,我再把这回文给您。 秦琼明白,拿这玩当鸦杖,怕秦琼跑了。 二爷一想落到这步天地,无话可说,只好把回文也给了他。 王老好连银子在回文嘎巴锁的柜里头呢。 咋这,饭改了,素菜也没了。 每天一碗面条,两个包米面饼子,爱吃不吃,上顿吃不了,下顿给溜一溜,什么凉了热的得。 鸡一顿包一顿,秦琼是瘦尽了我。 秦琼也一想,怪不得世上说这么一句话,车传遍脚丫,无罪也该上。 这帮人是罪事的小人了,汪老好,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,莫非你把我看透了? 我就没有还起你钱的时候吗? 秦琼心里都憋气。 他晚上睡觉这屋呢,四面还漏风,饮食又不大,你过我坏了。 秦琼是病在殿堂,发高烧,说胡话。 一晃好几天都没起床,这帮我好连来都不来。 秦琼你病了,活该,早该病。 秦琼有时候想喝水,嗓子眼冒烟,谁给做呀? 有时候肚子觉着饿了,谁给做呀? 脚偏偏不应食,脚地逼不语呀。 但是呢,罪老好,她老婆可不错。 这女人姓沈,她知道有这么回事,因为罪老好回家老叨过。 罪老好住的也是这个院。 这沈氏,隔着这破窗户指望里得一看嘛,哎哟。 这屋里黑去了广的臭味难闻,这也不是人住的地方。 恨自己的丈夫太心疼,太猜黑。 她一听秦琼在屋里直哼哼知道她病了。 这位沈氏夫人背着网老好不知道, 给秦琼做了一锅热面汤, 还握了几个鸡蛋,大大的葱花,提了点香油。 就这样给秦琼端来了。 你看这碗面汤啊,可解决问题了。 等秦琼喝下去之后,出了一身透汗。 等到一二天,这病还真就建好了。 扶着这个床,可以下地了。 秦琼只千恩万切,不过沈氏说得明白, 这件事千万别叫我丈夫知道, 还要知道非把我修了不可。 秦琼点头, 哎,这天晚上,往哪好来了, 开门进了一宠,呀! 二爷咋,您好了。 啊,见好。 哎,二爷真对不起您了, 我这两天变成事太多, 也没看您了, 哎,您现在觉得怎么样? 可以走动了。 二爷,今天我来呀, 跟您商量点事, 您再住下去,不是办法, 咱这么说吧, 我这房钱不要, 人吃马尾的钱您得给吧, 那么极少称多呀, 你是越炫越深, 再者说,出门在外的人, 家里能不恋恋你吗? 你娘和你一家人不定多想你呢。 我看是不是这样, 咱们两个人想想办法, 您本地有没有亲戚朋友, 您去不了我, 给您跑不走, 哪怕借一步, 您把我这账还了, 您再凑点路费, 回到家,拆对拆对, 再补上, 不就结了吗? 张贵他, 我何曾没想过, 只是人的一生疏, 举目无亲, 抬头无故, 我哪里去借钱? 哦, 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, 这干净可, 那么二爷, 您再想想您这身上, 有没有点值钱的玩意儿, 把它点当点当, 变卖变卖, 不也是钱吗? 张贵他这样吧, 我还有几件衣服, 拜托你到当铺, 把它点当了吧, 就叫您这衣服, 没人要, 再这一说, 天一天比一天冷了, 您还得预寒呢, 医生不行, 您看有没有什么干货, 把金穹逼他, 忽然想起来, 爱也罢, 张贵他, 干货我倒是有, 说着话, 他把褥子撩开的, 从褥子旁边呢, 取出那对金装剪, 金穹是爱不食手, 眼泪围着眼圈一转, 把双肩逼过去了, 张贵他, 这是我祖传的兵刃, 不敢说价值连城, 乃是一对宝器, 如果遇上十家, 少说, 也能值几百两银子, 你替我典当了吧, 不过我可不卖, 等回到山东之后, 我即刻就回来输了, 我老伙看了看, 我当什么干货呢, 就这铁通条, 这做卢钩子还粗点, 这做铁通条还长点, 这什么玩意儿, 人家能要这的吗, 不不不不不不, 哎, 你是不识货, 这乃是挖面金装剪, 金的, 贺, 怪不得这么沉了, 我给您搬家那会儿, 搬一根累的, 我一身都是汗, 你还带着两根金条呢, 那什么都解决了, 不不不, 掌柜你说错了, 名字叫挖面金装剪, 不是村金的, 这是我无金制造的, 不是金的, 没人要, 干脆您找干货吧, 掌柜的, 你也别一口咬定, 没人要, 咱们试试, 万一遇上十家, 咱们两个人的事, 不就都好办了吗, 哎, 既然这样, 那咱试试吧, 你能走的动作, 勉强对付, 那咱们说走就走, 这掌柜得多逼人了, 秦雄自己夹着这双肩, 一步三晃跟喝醉了似的, 王老花跟着, 出了王家老店赶奔当铺, 这当铺的名字叫和顺当, 等到了当铺跟火鸡说, 我去把脑袋换得跟波兰鼓一样, 不不不不, 不行不不, 我们这不当君人, 上边交代得清楚, 不稳作好, 不要, 秦雄一听傻哑了, 几个人就说好话, 后来把掌柜的给惊动了, 这掌柜的出来一问怎么回事, 小伙计说了, 掌柜的把这箭拿起来, 好好看了看, 哎呀, 真是好家伙啊, 样式都不错, 在谁呢, 是我的, 贵姓吗, 姓秦, 哎呀, 这对兵器可真好啊, 你为什么非荡他呢, 秦雄一说, 因穷困所迫, 我暂时先荡了, 将来还得输, 这掌柜得合计了合计, 这样吧, 按理说, 罪同乱铁都行, 就唯独这军人我们不能收, 看你这人怪可怜的, 暂时先收下吧, 你可及早来输啊, 我让鞋票, 二十两, 这还真不错, 给了二十两啊, 秦雄接过这银子一想, 这还击活不够, 我差的太多了, 你说不当吧, 这二十两也没有, 秦雄没有办法, 揣起当票, 拖着银子, 跟王老好回店了, 把这银子如数的交给王老好, 掌柜的, 这你看见了, 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, 王老好直作哑花, 哎呀, 这差的也太多点了, 再说, 您后边住这些日子, 也够这些钱了, 这, 您想想, 您还有什么干货没有, 把行程实在比的没办法, 也罢, 掌柜的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卖, 什么, 就是我骑的那匹马呀, 我把马卖了, 一定都关给你钱, 王老好一听乐了, 我二爷您真能开玩笑, 我当什么好东西, 叫您那匹马, 还想卖呀, 谁要啊, 那匹马就差点根辣了, 点成辣成马灯了, 您瞅着都瘦成什么模样, 我看连五两银子都不知, 哎呀, 掌柜的你是不识货呀, 我骑的那匹马, 那是宝马两鞠, 日行一切, 越走八百呀, 你别看他瘦, 此乃是战马, 要遇上十家, 少卖不了, 是吗, 看来您这东西都值钱, 好吧, 今儿天晚了, 咱们就歇着, 明儿个正是急事, 我陪您走一趟, 秦雄这一晚上没睡着, 心疼自己的双眼, 明天还要卖马, 就像割他的心一样, 大英雄是暗中落泪, 等到第二天早晨, 马上好吃饱了, 故意找了个茶, 没给秦雄做, 秦雄就饿着肚子, 两个人来到草头上, 秦雄不看变霸, 一看自己那匹黄标马, 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板, 这马真瘦的没模样, 你想这娃娃娃好, 这人这心这么坏, 对待主人都这样, 对这匹马能好得了吗, 一饿就好几天哪, 连草料都缺, 因此这匹马是日渐销售, 真成了马蛋, 秦雄这一咳嗽, 这马听出是主人来了, 回过头来, 把脖子扬起多高了, 谁扬起脖子, 扬起脖子, 被秦雄的两腮上支撑, 这匹马心里还说, 我那主人你上哪儿起来, 你也不管我, 都把我饿死了, 秦雄眼泪飙起来, 拍了拍马的门中, 最后一横心哪, 把钢绳截下来了, 张贵的, 偷牵带路, 您跟我来吧, 把这匹马牵到西关外, 马绳上去, 秦雄一看哪, 这马事还真热呢, 人来人往拥挤不动, 那牵马的买马的, 卖马的有的是啊, 他们找到西北方向, 一看这有长槽, 还有拴马庄子, 这王老好帮着秦雄, 把王彪马拴到其他马当中的, 拴完了两个人往旁边一蹲, 这有一份卖大碗茶的, 秦雄想喝没钱买, 王老好自己买了一碗, 往土坛上一蹲, 一边喝着水, 一边等买主, 这马刚拴上, 过来两位, 看了看, 我这马谁的, 王老好替秦雄说话, 啊, 我大, 怎么, 你有意思吗, 有什么意思, 我就这马还来卖了呀, 下糖锅子没肉, 价园的没标, 连点劲都没有, 我就这玩意还跑这来卖了, 真是笑话一样, 我告诉你, 要有买主, 你把我眼睛抠出去当套牌, 秦雄听见, 假装没听见, 心说这都是蠢人, 你们懂个屁, 也不愿意跟他们掰正这个礼, 就假装没听见, 低着头, 在这等买主, 真硬了刚才那人说的, 他们俩人起了个大早, 一直等着中午, 也没人问这匹马, 日子旺西转了, 还没人问, 王老好一看凉了, 王二爷, 咱回去吧, 我说没人要, 您还不信, 怎么样, 连个问件里都没有, 哎, 他们正在这时候, 就听见对面, 你真打乱, 哎, 我这匹马是谁的, 王老好听完, 眼睛一亮, 哎哟, 二爷, 听见面, 真来了, 买主了, ,